大家好 我是阿澤 今集跟大家講的東西 是關於網傳殯儀館員工九大守則 看完之後令到人家有點心寒 跟大家分享一下 每一間公司 都有自己特定的員工守則 但是殯儀館員工的守則 大家有沒有看過呢 近日有網民 就在社交平台上貼了一張 疑似是內地殯儀館的員工守則 因為是簡體字 不過我都會看 手則裏面 一共有九條的守則 第一條就寫著 這個世界是沒有鬼的 就禁止遙傳關於殯儀館的鬼股 違反的話 立即就會解僱 看來 對於鬼神的看法相當堅定 但是接下來 那八行的守則 令到網民 表示越看越深行 當然我也是看到很深行 這件事 在Facebook專頁 爆費公社那裏爆出來的 看到有九個殯儀館員工的守則 就說了 攬就逐個說一下 攬第一個 剛剛也說過 這個世界是沒有鬼的 禁止遙傳殯儀館的鬼股 違反的人立即就會解僱 這個我也明白的 可能不想你們說那麼多鬼股 嚇到人 始終做事的地方 人來人往 嚇到人就不要了 雖然 聽上去好奇怪 殯儀館沒有鬼股 不要玩啦 不過講開殯儀館呢 我最近在Netflix那裏看了一套戲 講關於殯儀事業的 好像叫做人生大事 挺好看的 講一個小妹 和講一個做殯儀的男人的故事 講一下婦女情 講一下人生 講一下對於死亡的看法 大家有興趣可以去看一下 Netflix的人生大事 好像是這個名字 題外話這個 就講下去了 第二條守則就是什麼呢 第二條守則就是 如果見到殯儀館範圍裏面 無緣無故出現一座小山 請裝作看不到 更加不要跟任何人提起 設計 見到小山的人 即是見到一座山 山仔 即是一座山兩座山 見到小山的人 禁止前往不留 如果有賓客見到小山的話 立即就要帶這個賓客離開殯儀館 令人覺得深寒 讀到這裏 屌你老母 剛剛第一條又說沒有鬼 然後又說如果你們無緣無故見到座山 就請你辦見不到 還有不要跟人說 如果賓客見到座山 立即帶他走 屌你老母 不然會不會有鬼 否則 後果自負 含家產 即是怎樣 即是你如果跟我的遺體單 單獨相處 那遺體會發生甚麼事 好可恐怖喔 即是你不會無緣無故有這些手質的 即是你一定是發生過一些事 那麼第四條手質呢 就說呢 所有的員工 禁止靠近這個舊的宿舍的範圍 更加不可以穿深藍色的衣物出現在殯儀館的範圍裏 那這裏呢 你說不可以穿深藍色我都明白啦 即是可能有些衣服不穿得 但你說不可以邁去舊宿舍是甚麼事 舊宿舍是否發生過甚麼 還是恐怖的事件 還是他是危流 還是怎樣 然後第五項呢 就說 如果沒有館長的指示 就不可以盤點大庫裏面沒有人應領的遺體 那大庫除了守野人之外 全部人都不可以進 OK 那這個我又不太明白啦 可能是不給別人點那些遺體 可能有時候會多了有時候會少了 所以叫你們不要點 我覺得有些很恐怖的事 那第六個 第六個手質 就說 在館裏面宿舍住的員工 請每隔一段時間確認你的室友是否本人 我吊你老母 嘩這個好恐怖喔 即是怎樣 即是如果你在那個宿舍住 請你每隔一段時間 對一對回名 對一對回樣子 看看跟你一起睡的那個人 是不是真的是那個人來的 嘩這些真是鬼故 嘩你老母 起雞皮的 仆街 然後呢 第七項的 守則就說 遺體接送部的員工 記得用電話拍下自己工作的內容 所以要拍下屍體嗎 我不明白喔 不要緊啦 嘩 這個也好恐怖 然後第八項的守則 就是呢 午夜十二點之後呢 就不能夠去這個公共廁所照鏡 嘩你老母 這個好恐怖喔 即是怎樣 十二點之後去照鏡又不是發生好恐怖的事呀 那不小心瞎到呢 那怎樣啊 說好害怕啊 第九項呢 就說體質特殊的員工呢 就不能夠單獨留在這個靜診室 那就是這九項的 一個守則啦 那你問我呢 我覺得呢 他基本上呢 二至九呢 都是跟第一條是有範駁的 因為第一條就是這個世界沒鬼嘛 那你二至九的守則是甚麼事呀 十二點之後就不能照鏡呀 嘩你老母 如果跟遺體單獨一齊的時候 不要自言自語呀 嘩你老母嚇鬼呀 還有你那座小山是甚麼事呀 我覺得呢 第二條是甚麼見到座山的事才是最恐怖的 無緣無故在殯儀館裡面見到座山呀 甚麼事呀 那這個貼文一出呢 立即網民熱烈討論 很多網民都說 喂 二至九呢 根本就跟你說呢 殯儀館有鬼呀 那些網民就說 看完之後呢 覺得背後糧糧糧 有人就說 這個根本呢 就是勸退守則 有人就說 第六條 即是說話在那個宿舍裡面 每隔一段時間呢 請確認你的室友是否本人呢 對呀這個也是好惹恐怖的 屌你老母 是擺明是告訴你有鬼呀 那如果不是本人 到底是誰呢 網民更加好奇跟我一樣 就是他提到的小山 即是說在座山仔 到底座山是甚麼事呢 發生了甚麼事呢 那但是呢 也有網民就說 這個員工守則 是假的 是一些遊戲裡面的道具截圖 真是不知道是真還是假 有人敢說 但是沒有說是甚麼遊戲 我覺得 如果呢 這個守則是真的話呢 這個殯儀館裡面呢 都很多的故事啦 都令人覺得 嘩屌你老母 你是那個殯儀館 發生了甚麼事 才會搞這些守則出來呢 即是你好地地 如果沒有病沒有痛 你不會搞這些事的嘛 你一定是 曾經 發生過一些奇怪的事情 然後你才會搞那麼大壇的 你怎麼會寫那麼多東西在這裏提醒人的 那很明顯就有鬼啦 是不是 明明跟你室友一起睡的 然後搞呀搞呀 為什麼不是室友來的 哪個跟你一起睡 這些我明白 這些鬼故 但是令到我最疑惑的就是 他所說的那座山仔 即是說那座山 如果見到那座山 就叫我奔客好走啦 那到底那座山是甚麼一回事呢 這也是相當之令到人 覺得是奇怪啦 我見到這件事呢 幾個眼跟網友 是叫做分享一下講一下 那都沒甚麼特別啦 今集呢這件事講到這裡啦 攬照舊啦 喜歡我節目呢 可以是訂閱回我們的頻道啦 那我就下次見啦各位網友 掰掰